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 剑机没有的情况下 剑膜的运动机又提高了 他继续要一抢剑膜了 一般狮子狗 我觉得BLG就是真的算准了你想法 但我觉得这一场维鲁斯 要不要去考虑先拿下来 得先抢了 这两把剑膜完全没有打出效果 维鲁斯先拿 其实我感觉RB也不是很着急 因为你可以看到 就是在上一场第一局的时候 他是第二轮出的英雄 他也不太怕英雄上的限制 是的 但我觉得今天来讲 BLG可能还是要在第三首会所打野 那这样的话下属双组要不要考虑一下 或者给建模先给阿斌选下来 继续拿大头 还是要把下属双组先拿出来吗 大头爱惜 我感觉这样应该是最合理的 就是这首拿ID 然后三首拿打野 后续再去扳天真的英雄 或者就是能搭 能搭大头的AD其实不少 你除了寒冰之外 希尔等等都可以搭 你二楼也可以去 就先把一个合适的打野拿下来 但是就没有爱惜压制能力那么强吧 对吧 那左边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可以玩 感觉还是可以考虑卡尔玛吧 卡尔玛维鲁斯 还是建模哈 因为没有建计的情况下 建模优先机又被提了起来 嗯 卡尔玛打大头是不错 不过不着急 先拿打野 这把我觉得牙膏 延续的约约其实也挺高的 包括瑞兹吧 我感觉这把瑞兹优先机也很高 因为目前来看下路的对抗也是非常激烈的 这把的节奏可能跟善法很像 就是两边还是前中期 都是围绕着下半期去打的 对 中也要一起抱起来做事 那这把是拿的甲克斯 就第一轮的时候 就第一把的时候 当然在想 其实建模出了甲克斯 是可以作为一个考虑去应对的 嗯 做一个单带 那后续的班 这里应该是要班一下维鲁斯的辅助了 嗯 或者就是应对大头的辅助 看来爱奇是想想到了办法 因为他们第二局是把大头搬掉了 对 其实就是抢维鲁斯嘛 呃 卡尔玛 嗯 没什么问题吧 下路 哎呦 觉得卡尔玛一般的话 其他的辅助可能 打这个炮台能力就没有那么强了 嗯 严确搬掉了 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 就是中路可能要拿这种强节斗型的英雄了 那还有一手瑞兹在外面 瑞兹 必要就是有先抢的权力 但是我觉得标记应该是在考虑瑞兹班 然后四手最好的情况还是拿打野 嗯 最后给高子哥一个counter位 是的 那如果标记 他不抢瑞兹的话 他可以考虑看看 MG这里要不要继续拿瑞兹 巴德 所有的心思用在了大头身上 嗯 的确没有 没有太多好处理大头的英雄啊 嗯 而且这把如果BLG不去拿这种节奏型的中野的话 其实靠爱希和大头撑前中期节奏 然后打后期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阵容 爱希和大头 其实后期输出能力没有那么强吧 就功能性更强一些 天空巨人 猴子扳掉 这一手 牙膏可以玩一手瑞兹 然后跟着打野去带节奏 但是看他如果是要先拿打野 让牙膏去做一个后手的punter也不错 活跃哥 活跃哥最好的搭子是冰女 感觉 牙膏能拿的英雄太多了 对 但是如果这把是冰女的话 这个阵容有点缺伤害 或者MG瑞兹之外 还有选择就是阿黎 跟魏的一个搭档 拿个长手打后期 他这个不会还是辅助沙皇吧 但是他们这个 有可能 很有可能 就可能他们觉得第一局 沙皇没出来 效果是因为一级的时候 站到阳台被卡了位置 也不是啊 我真的觉得 是这个英雄的问题 有什么解法呢 就回去得做做 得去研究一下 对吧 这个沙皇究竟强在哪 瑞兹 没有进行那个英雄上的辩证 是的 那这一手的话 其实 其实考虑狐狸或者冰女 这样的英雄都可以啊 我觉得 马尔扎哈 这也太缺伤害了吧 这就推线 跟你绑定在一起 加里奥 最后左了下来是加里奥 这把 就这个BO牙膏 他突出了一个 把支援做到底 但有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 因为第一把 那个阵容的时候 我提到了 就是 沙皇配依泽威尔 其实是蛮奇怪的 因为依泽本身 自保能力比较强 那沙皇这个大招 等于是 就保牌的功能 可能就打折了 他就反推 对 而这一把的话 其实右边是三进场的情况下 其实Wink这个沙皇 是有挺大操作空间的 对吧 起码能保一手 我自己的后排 看一下 但是 但是这个阵容 同样也是像你所说 BLG的进场 人员挺多的 特别容易进场 如果说一旦 卡了一个沙皇 没有大招 或者沙皇不在正面 不在AD旁边 那个时机 先手找到维鲁斯 维鲁斯 他毕竟没有位移 对 就很容易 AD直接就被秒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这把 其实就BLG 想一下比赛的方法 有很多 包括他们这个阵容的话 既然拿到了加里奥 其实还是要起下半区的节奏的 如果是下半区的节奏 被对方稳住了 我觉得贾克斯后续的带线 也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你拿到了 艾西加大头的下落组合 就造就了 你下半区有限权的情况下 小龙是很容易控制的 是的 对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贾克斯后续的带线 空间是很大的 而且我觉得换个角度来说 BLG这一手 最后选了加里奥 他可能一个思路就是 最后成为四一分带的 那个阵型的时候 加里奥他不是为了打架的 他是为了保边线的 贾克斯的 而寒冰跟大头站中线 相较来说也没有那么危险 对 然后去打一个典型的分带嘛 对 BLG这把思路 其实我觉得这个线条 应该还是蛮明显的 就是下半区有优势的话 如果先把下角拔掉 那在中期的转线期 其实下半区的这个人 大概率是个加里奥 对吧 就是第一时间 那他的这个 对中路的辐射能力 也是非常强的 刚才看了一下 两边带的这个 天鹅符纹 没有太过奇怪的 嗯 这里 ELCAD的寒冰依然是选择了 从刃 然后加里奥带的是狼头 能够更快的支援到队友 BNG把的话 直接常见家负用心药水啊 嗯 究极省钱 确实前面剑魔打甲克斯 还是挺难打的 而且 如果前面兵器处理的好的话 甲克斯前面免费 回那次城很关键 看一下一级两个人的博弈吧 剑魔的手势会长一点的 可以假A啊 骗甲克斯反击风暴 嗯 这里还不知道 Nanny一级学的啥 有很多剑魔打甲克斯的时候 一级会学艺 感觉是比较明显的标记已经知道A技是拦开的 在下半区投资了两个眼位 他可以能够快速的到时候能够洞察到天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刷野路线 不给距离了 Nanny一级还是学了Q 那这个换血又是从一级开始就亏了呀 但是这个线其实很正常 就是甲克斯这波慢推嘛 从下一波线再推进去 找机会回波加 很舒服 而且他这个一直是等级领先的 先抢了个二级 带着反击风暴过来 打一套Nanny直接半血一下了 而且Nanny这边其实是帮了打野的 在帮打野的情况下 前面确实不太好处理这个线了 嗯 这波甲克斯慢推 很舒服这个兵线 慢推然后直接闭 而且两瓶血都在身上 再天上来打一套 哎呦 这血线 这太伤了 还好这波到二级 能够稍微去位移一下了 嗯 位又来了 这个地方看一下大头炮台的位置 在草里 先吃一口治疗 一冲冲到了福威哥的脸上 这个地方闪现被打出来了 但是能走掉吗 看一下具体时间刷个盾出来 也吃了一口治疗 但是天真要不直接A死了 这个Q太不小心了 因为他是站在对方的眼下 刚才 是的 然后其实薰的这个W捏的也挺死的 等待闪现交了之后才放 也顶过来 嘲讽Q打一套 但没技能了 MG这边反身去耗牙膏的血量 两边那个血量都很危险 但是这波薰带着双buff直接来中了 看一下可能要打个闪吗 被发现了 帮忙交土 帮牙膏推一波线 MG这蓝量有点难受 这波线被推进来之后 他要在塔下 有饼干吗 没有饼干 双buff在艾尔克 直接安的进化被打了出来 Aung又是站位特别的激进 是的 然后被Wink又打到了很危险的血量 流沙一行贴脸 Wink打击也很大 就Wink跟Aung这两个人都贴了一波脸 突出一波暴躁 那这边的话Way的位置被对方知晓了 阿尔克 隔江插个眼 嗯有点害怕 这样玩 天真这节奏要断断了呀 是的 完全没有节奏了 Aung已经没有蓝了 看天真能不能换一个换方 这是吻死的一个局面 吻死了 这样的话 有点玩不了的呀 感觉Ig这把思路全乱了 薰又来到了下路 就是 有点 有点一招先了 就是 每一把都是同样的节奏和同样的位置呀 是就老想着从 标记的这个野剧绕过来 嗯 而且刚才艾希跟大头的血量不好 他们其实自己是有预警的 这波 看一下贾斯的操作要被拽回去 一刀剑气 嗯 Nanny这个血线 还好是兄弟们过来支援了一下 是 而且这个线到塔下了 反正阿宾要回城 他自己也有多兰顿 但问题就是下一波阿宾补了装备上来之后 Nanny是没有传送的 而对于 而对于 而对于BLG来说 其实这个节奏还没有启示啊 嗯 就是加里奥现在还没有到六级还没有动 待会牙膏 上到六级之后 这个下路才叫难受 是的 就 现在BLG只是浅浅的来看了几 就薰植浅浅来看了几波 然后艾尔克就已经两个人头了 天真 这波刷下来 下路昂是没有闪现的 但是感觉越来越不好抓了呀 是不好抓 哎呦这边跳脸还没打断了 想A刀剑T 但是反冰棒直接格挡 兵应该也快到六级了 所以这波也没有太怕Nanny 这个炮车吃完应该就剩六了 嗯 哎 还不够 差一点点 还是不够 差两个兵 哎 他这个 我才发现阿宾省了省了多少个闪见啊 啊 过来卷过来 但是那个小兵没死啊 阿宾这波 看一个兵倒六 尬住我 看一下还在敲 键膜 一丝鞋 两边互闪 小兵能不能A死啊 再吃药了 再骗 再骗 草里没试验 还要往后扭一步 插个眼 往阳台走 直接跳过去走了 OK 这本身是Nanny 卡了一个对方没有到六的一个时间点 先行打了一波优势 是的 但是后续 这波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 说一点小小的问题 嗯 这个暗 暗一剑胜 这波 这波暗一剑胜没砍过 看这一剑 收了回去 因为那边也没视野了 阿兵在这玩心跳啊 真的是 这波差点吃大问题 挺惊悚的刚才 是的 薰已经在视野盲区里面 开始打第一条小龙了 七分钟 打得也不算晚 因为这样的话 不至于一会先锋的时候 两边互换资源 现在BLG下半区优势 他们是想都要的 难道没打下来 前面打了点伤 队友看了一下 可能这波没有办法来帮 他就是想开反击波 把那个小兵转死 但是那个小兵没转死 那个近战匹 是的 就很惊悚 就差一下 所以刚才在 间隙里面 A了一下 小兵才到六 这里男女第一时间 如果闪现跟到右边 有没有机会啊 他闪现是想夺假的四平A 然后间隙上去统一刀 都怕了 两边刚才那个闪现 拉开了巨大的距离 问题是 剑膜刚闪走 然后又溢过去了 但是不得不说 下路IG这个对线啊 虽然对方有两个头 但是 确实啊 有点东西 嗯 补刀领先的 然后吃点肚层 哎 这里好像是 打掉了大族的治疗 双治疗啊 这一切 这闪现还是接住啊 但问题是 BLG刷人肚没有办法跟到 所以这个闪现 还是有点作用的 嗯 拉开了距离 那本身BLG下路拿到了两个人头的优势 但是现在线渐渐的没了优先权 而且还被吃了塔皮 这样一来的话 是不是得叫兄弟了 还是说这波看看先锋 那成了一个资源互换的局 而且这把的话 WINK的工作状是比大头来得快哦 嗯 他比设计图还小 WINK被沙皇证明了 OK 这就回家玩沙皇去 哈哈 这个线被卡住了 上路又打起来 但假自打剑魔 感觉有点是那种 一波打不过波波打不过的情况啊 对 两个英雄都是 就两边都是那种 可以滚起雪球的英雄 男女的位置非常的危险 这得走了 推倒自闭草丛 但蛮有趣的就是 这把BLG并没有 BLG的下半区去打啊 目前就位前面是找了 伏一哥是找了两拨机会 但是没有后续了 过来要做反抗 跳了一个TP出来 这边沙皇过来了 推了一个牙膏 牙膏省现在往后拉开距离 但是被瑞兹盯住 这边沙皇 第一次被吸住了 没退 已经推过了 抱歉 假疗用登场过来 给贾斯一个格子 哇 这波牙膏走得好呀 那这样的话还能留吗 哎 大招展下来之后 小杀病可杀掉了 吸一个魂过来 今天吃了一个沙皇的魂 贴到脸上的那个沙皇的魂 好退啊 再带着回去 建模跟过来之后 但是瑞兹先倒了 再吃一个瑞兹的魂 这一波BLG的上中 也配合得太好了 就是一开始 被追击的加里奥 在对方赶过来的时候 就是沙皇飘过来的时候 他先用嘲讽 吸了一下对方 然后躲到草那边 用一个英雄登场 又退到了一个安全的位置 等熏赶到了之后 所以又用各种位移去骗对方 嗯 这波BLG上路 属实时候 把对方给玩懵了 而且这波 哎呦 为了斯大招被扭掉了 好走位 这波Wink是给了 对方一个角度啊 让回哥接近来了 是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不好说啊 再看一下 一开始Wink的这个推挺妙的 但是牙膏闪现之后 接了瑞兹的控制 兄弟们爆发不够 因为南尼第一时间打的是阿兵 而不是牙膏 这波是怎么被熏找到的机会的呢 熏在蛮王焦土的一个极限 后排变前排 嗯 然后他变成了沙皇 他去拖延了一会儿NINI 然后侧面的加里奥 又开的 又打起来 Wink里面大招是推走了对方追击的人员 保护性的一个推墙 这把 我觉得IT已经很难玩了 是 感觉刚才那波打得也很牵强 因为瑞兹这个时间点的伤害 是不够的 过来 因为瑞兹也很危险 看一下加里奥的 杜朗胡顿嘲讽 接 轩的W 但是明显一看伤害不够 哇 上路这边 直接扛塔去杀了 把MENI的闪现 全交了 对 跟大招都打了出来 好痛啊 把这一棒子敲一下 这还不走吗 还不走很危险了 阿斌现在是神分啊 阿斌现在神分 但是NINI的装备 比较的那个 寒酸 对比较寒酸 简约风 中路放先锋 爽吃塔皮 这塔只剩最后一层了 这不胃去了贾格斯了 贾格斯的血量能操作一下吗 先开反击风 切胃一下 可以 打得很聪明 贾格斯 应该走不掉了 这差一点点 是的 真就差一点点 但是对方的打野 闻着味儿过来了 队友能来报仇 这螳螂蝉黄雀在后 黄雀身后还跟了一条蛇 但是这波 在塔下 感觉牙膏跟薰打得比较稳啊 是的 其实剑膜的距离还是挺远的 而瑞泽一起大招的距离也不长 终于拉开了恶火数链的梯形 续了一下 但是那你没有上当啊 没有往前走 下出这怎么对对了对了对到三九草去了 半区原则 应该是吃蛤蟆去了 而且刚才瑞兹中路推了线之后 有一个往下走的动势 所以标记下路刷人组很警觉 也很有纪律性 因为如果这波他们下路被跃的话 下条小龙是不好争的 因为龙马要刷了 这把阿斌这装备又有点拦不住了 是 而且他这个装备最凶的那一套 他不是第二件什么黑切啊 或者冰心啊这种 这条小龙 埃及还能看吗 感觉 在伤害上的话 其实也不是差很多 是我之前他们肯定会砍的 看一下这波 大头直接连环导弹 过来要找天真 天真这边被打到残血被收掉了 但是昂也很危险 昂也被收掉 而正面的话 进场的维鲁斯被艾西射到了 哇 薰单切了两个人之后再找MG 但是W空了 这上野有点拦不住了 再敲一棒子 加斯直接断线啊 那你现在塔下都待不安生 十二级大十级 那你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因为他现在单线上打不过阿斌 但是来正面参团的话 他这个装备也没 没什么作战力 阿斌这边是河蟹 这波先动手的天真 其实他这个地方下落山组是过来的 但是没想到对方这个薰打人太痛了 是的 他直接把打野单切死 然后变成了对方的模样 我想再去切后面的一个wink 而且IG的这个追击 就是总会把后排暴露在对方的火力下 上路那一波的沙皇 这一波的维鲁斯都是这样死的 小龙完事紧接着还有先锋 这条先锋 IG又要看 杀克斯 这等一下贾克斯吧 贾克斯是有踢的 所以预视不觉可以踢到正面 贾克斯可以踢蓝buff旁边那个眼 表情很稳 他们可能要先牵扯一段时间 让贾克斯把这个下落的线处理过去 但是他好像一直在pin小地图信号 在下落正在路上 先推嘛 推完再说嘛 对 先让正彦去拉扯一段时间 杀先锋打得没有那么快 而且先锋拖战回去了 而且IG动的也是犹豫不决嘛 反而IG这个行为 还是先锋一直在回血 有没有种可能性是打得很慢 不是刚才是一直在回血 看一下这一波 人过来了 贾克斯帝斯还是没有踢的 交踢了 还是一个草丛 过来了正面先找天真 天真先把 先锋拿下来正面的话 先把薛秒掉了 看一下加里奥的进场 天真这边被追着Ace 贾克斯的话直接是奔到对方的Wing后排上 看了曲音哲悦来到这个位置是找爱希的 但是很尴尬的是输出真的够吗 爱希反映手是把瑞兹给点死了 而Nanny的话也是扛不住 这边爱希先点两下真眼 最后只剩下一个刚刚交过闪的维鲁斯 还是逼了回去 最后维鲁斯在这个龙坑里面 一个人把先锋捡了 交闪色色发的 有个加速回程的帮助 然后快速的毁掉了 这波好乱啊打起来 其实这一波BLG打的都不算是尽善尽美了 因为冰的绕后 然后他先选择的这个目标 Wing可是有一个秒表的 然后拖了很长的时间 而且薰是全技能被秒掉了 再来看一下 看一下正面是 看看咋回事 火力奥运秒掉薰 但是阵型上也很奇怪 就加里奥吸完之后 就乱掉了 艾希叔叔其实很高啊 对 而且第一时间没有人能够管到艾尔克 第二时间找到的时候 其实他们那个位置是反背包的 是艾尔克杀人忘了拆个眼 这应该是 是不是没事业了对吧 可能没事业了 艾尔克 趁目前5-0-3的战绩 感觉这把又是 好几个人要争夺MVP了 是的 目前的OP选手是阿斌 这破败贾克斯 真的剑谱现在看不了啊 他现在只能是站在二塔附近 稍微往前走 走到石亚虫那个位置都很危险 他但凡给贾克斯一个跳的身位 主要是被破败A到三下 甚至现在塔下也站不太安稳 这个要跃的 更何况薰也来了 男女应该已经没了 已经消过了 感觉不好开启 这边能先回一点吗 5-0-3来了 这个踢被断了 这个瑞兹的踢应该被加里奥的E或者嘲讽给断掉了 我觉得也不知是不是货吧 因为这波踢下来可能自己也被 是的 很有危险 反而被救了一手 但是 这BLG来说这个二塔可以安稳的拿下了 太肥了 角克斯 这把 怎么玩都可以了 这把优势太大了 阿兵可以降魔主了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你居然还会用这个梗 看小龙 小龙第三条 这把龙的节奏倒是比较的慢 但即便如此 IG也争不了 他主要没什么仰仗的 这眼上蹲 小兵出卖了这个眼的位置 区区者也开起来 阿兵也要操作了吗 这波的话是个一打四 后面亮了一个TP 这边看一下 缓冰棒开启之后 贾克斯没地方走了 雅雕踢过来本来想队友就队友 但是队友已经阵亡 赶紧要溜了 这波正面 8000块的经济优势 他如果把人拉得太远的话 其实佛爷哥跟爱奇大头这边可以爽贷一波 是的 说不定能上高地哦 甚至佛爷哥绕势也绕过来 想要找Wink Wink这波位置很危险 可以流沙一行走 过墙 被定住了 所以一下 吃了个嘲讽 还有韩非的一剑 他第一时间没走 这边吃了一个沙皇 大招被穿了一条 就有点痛 大招感觉猫拉开距离 加里奥的英雄登场是被打断掉 但正面的话 天真还在跟昂传斗在一起 昂这个小大头 小大头扛不住了 薰一丝血 这个位置还要再参与战斗吗 蒋斯两踢过来了 正面的话看一下是谁包谁 加里奥心机两招 吸入两个人两次粉丝波开启 直奔的是后排的小安便秒掉了 MG的话 小安便秒掉了 正面的两兄弟已经溜溜球了 MG能走吗 没有地方走呀 反向逃跑 也没有大招 没有闪现 闪现过来 阿B真的是太看得起了 他着急了 他把闪现都交了 阿B着急拿这个大龙 别拖了兄弟们 赶紧吃龙吧 那左边的话 有打野存在的情况下 天真要不要尝试抢一下去呢 但是对方打龙速度太快了 感觉位置来不及过来了 没视野呀 这上半区 IG都是黑的 是的 即便我们知道BLG在对方的上半 也却没有投资什么视野 但是他们很慌 他们要一点点探 天真大招冲进去 他已经要P了 主要是红色帮都停手了呀 这拨闪进龙坑也没有意义 差一拳吧 只能说是 很可惜 大龙成功拿下来 这场比赛应该是 不胜什么悬念了 确实一万多的差距了 要是这个沙皇是中路的话 类比于瑞兹目前的发育 可能还有说法 那也得等三件套 他这个帝国 切学制造杀人能力很一般吧 他毕竟是个辅助为的沙皇 没等级没伤害 看下这波回放吧 这波 先嘲讽两个 再接反击风暴 晕两个 牙膏这 这加里奥 0-0-14啊 那怎么了 他太团队了呀 那怎么了 18层的杀人说 是的 他太团队了 他前面也跑得很勤 而且他上过那一波逃跑 加上后续的一个反打 十分漂亮 菲哥想找机会 但是对方也在敦服他 正在引导的位 过来了 先找薰 但是薰的话 有点很热 不过正面的Wink 没推到 这个团开了 把自己也开进去了 看一下天真也被打到残血 这边天真冲上去之后 想杀埃尔克 埃尔克包含拉开 决定并没有死 而薰又捡了一个魂 后续的追击 MG 屈净卓越开启 但是被钻掉了 没有操作空间 即剩一个小安 正面贾克斯还在带这一波 甚至正面只是个四打五 感觉有机会一波 这个复活时间虽然比较快 但是已经打出了复活时间差 是的 两路高地 板上钉钉 看一下左边 十几秒的上野复活时间 应该还可以再抵抗一下 哦 那看一下 BLG正面这个血量 又一波不了了 一波不了了 对一波不了了 这穿还是挺准的 是的 小安还是找到一点点机会 再来一箭 嗯 再试一下 大头没有名准 嗯 大头 这里又两踢了 来自埃尔克的踢片 被吸了 但是吸住之后 这个伤害太高了点吧 直接被秒了 踢过来 直接被阿兵秒了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BLG不回家了 本想回家补给一下的 没想到感觉又可以一波了呢 那依旧是最好的补给 那这样的话 他跳上去了 这一波闪现过来的加热尔 直接吸住两人 未想用大仗规避一下控制效果 但自己直接被秒掉了 嗯 就推塔就好了 3C接赛的情况下 BLG想要一波结束的比赛 反击猫晕到瑞森 收掉了 WINK这个沙皇 有流沙 有流沙一行 有进军之墙 呃 他拦住了对面 嗯 最后还是没有成功一波 但是这个时候局势已定啊 大局已定 沙皇上到11级 感觉这把标记玩的好爽啊 呃 下路的对线稍微有些波澜吧 嗯 其他都是顺风顺水 虽然有波澜 但是我们看一下 艾尔克这把的这个战绩 也是好华丽的 这把 如果标记赢的话 真的有点难给哦 感觉好难给 加里奥爱琪都很棒 包括阿宾也很棒 大家都在争夺这个MVP 嗯 而且这把比前面两局打得又更稳定 是的 阿宾是眼上蹲了一波 然后被找了一波机会 阿宾看起来好肉啊 破解者也做了出来 跳点往前走 身上有个蓝buff 直接就硬往你脸上走 这边 破败要打出被动了 哎呦 上海太高了 那天阿宾直接打死了 但是这个位置 阿宾同样的位置 又要上头一波了吗 哦 加里奥来救了一下 一丝鞋的阿宾 还是得以逃生 是的 天真找萱啊 但是萱 他真的能秒得掉吗 又吃了一剑 直接是往后拉开 嗯 左边的话 上野两个人 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而阿宾手里 没有TP的情况下 这一波没有想回家 两路兵线到了 嗯 想要把下路也推掉 这波拿个小龙 走 稳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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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已经两路了 但是 埃及这边 守得太快了 这一把的倾线速度 要相较而言 上一把的话 要快一些 牙膏直接踢了 再次想要一波的话 也不是没有机会啊 就打赢一波团战就可以一波了 只不过现在没有大龙buff 直接推进会比较难 是的 我觉得标记也是很懂这种 运速则不达的道理吧 嗯 对吧 没有着急去在这个真空期 去硬进行推进 是的 大家会发现辅助位的沙皇啊 这个点 他这个伤害 真的捉襟见肘 确实 他还要做一个小惊人 这样可以开团 一键射过来射得有点歪 而正面的话 薰已经过来了 但是被 听声找到了 找到了位阶 大罗也给了个大招 放得比较一般 贾斯被黏住了 漂亮也被打错了 这位有机会下角有四猫 啊 冰第一时间还没有死 再敲一棒子没死掉 反正是Nanny扛不住了 两枚做了一个兑换 家里奥再次进场 吸住了沙皇 啊 吸住了瑞兹 这里的话沙皇一个好推 推了一个瑞兹 杀到人都给到了 啊 推了一个爱惜 杀到人都给到瑞兹 拿到了一千块钱 这一波 先被集火的是一个薰 但是阿平进去之后 一瞬间被爆发 打到了残血 他主要是跳展被打断了 对 而且他的装备 因为跟队友站在一起 所以颇见者提供的 数值就很差了 是 而且他的这个装备 对也是因为前面优势太大了 呃 所以没有选择出更多的 稳固自身坦度的装备 不过下一波看一下吧 下一波阿平还有秒表 对 而且现在情况就是 把大龙拿掉 应该就很稳了 嗯 不过这样对于埃及来说 就很舒服啊 他们通过这几次 频繁的攻破 然后拿到了这种机会 哇 这波还好阿平没死啊 不然 这个对于BLG来说 真的是送了过大的 是的 这波WINK的开团 也很精准的推到了艾西 是的 开到了艾尔克 我这个时间点 大龙要刷了 如果说埃及能够 在对方的口中 抢到这条大龙的话 还有的说 看一下天真 有没有角度吧 天真的距离还是稍微的远 但对方打龙速度没有那么快 嗯 这一波但是贾克斯 压在最前面 感觉有点难以突破呀 进不来 而牙膏里面也在找位置 看一下天真 第一时间 他大进去了 家导打扰也落地 啊位置 这边秒杀掉了 那这样的话 家导挡住这个爱口 对方的人进不来的话 大龙成功收入囊中 是的 阿明又是一往无前 出号退前面 还想上车 我的天哪 MG这自己的车 自己没上去 把贱膜给送到了家里 嗯 但这样的话 在损失两人的情况下 感觉IG很难再做防守了 安只能少也PokePoke 这个时间点Poke留的维鲁斯 没有办法依靠平A去 做更多的事情 因为没有什么攻速 是的 这里熊羽在找机会了 两路高地又要被迫 哦 走在最前面 这边一推出了一个回格 过来 回格是有闪现的呀 是的 剑膜还能操作一下吗 但这个剑膜的装备 并不好呀 操作不了 感觉伤害非常的有限 是的 那另外一边 阿兵在疯狂的点加 最后感觉我们要恭喜BLG 在这场BO5中 3比0战胜了IG 恭喜BLG 嗯 哇 这场 其实两边都比前面两局 都要打得更稳了一些 对 毕竟是这种生死战嘛 对于IG来说 是的 但是很可惜 这把还是 没有能够拿下 对 然后回顾一下之前那个BP